施主委 施主委 我很早 主委早 是 主委 你们在过年前 刚好在过年前 分别对亚太电信和台湾大哥大 裁罚30万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漫游协议 没有依法规的要求送本会被查 好 你们的理由是 他们没有报备 没有送NCC被查 亚太电信 标道4G 结果呢 他不去建设他标道的4G 就借着台湾大哥大的基地台 去漫游 我们 释出4G的频道 这个公共财 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通信业务可以进步 结果呢 这些业者不积极建制 使用别人的 你们 财阀竟然只是他没有报备 没有报备是 如果他有报备 你就要允许他这个行为吗 跟委员报备可能要分几件来说 我们目前确定 违规事实的是 他们签的漫游协议 但是没有向本会报备 至于委员所关切的 后面真正的议题呢 是他运用另外一家业者的网络 来传讯 传他的讯号 这个呢 我们还在调查 确定了之后 会依法规再度开罰 这个还要调查什么 他就是借别人的设备去漫游啊 这个你都知道说 他没有来报备了 你要查什么 这已经是一个事实啦 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你不能 你不能只有 你说 罚他30万 说他没有来报备 这个言下之意 好像他来报备了就可以 跟委员说明 这边所提到的是漫游 这件事情呢 是需要报备 但是他今天呢 像委员刚才所说的呢 是非常正确 他其实是运用 另外一家业者的网络 这跟一般的漫游 是不一样的 所以有关于 那个漫游协议的部分 我们已经先处罚了 但是呢 运用他人网络的部分呢 我们目前查出来 他的事业计划书 并没有这样子记载 所以他已经违背 他事业计划书 所记载的内容 所以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等调查程序完成之后 会做后续的猜发处理 好 主委 这是不可以的 这是本末导致 这是莫名其妙的 他既然要来标 这是公有的资源 既然标下来了 就有义务 去让这些 这个公有的频道 去达到他最大的效益 这才是人民之福 不是只有要标到 让他用来做生意而已 不是啊 好 来 那我们再讲回来 我们讲到这个 公共资源4G的标出 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 这个频率可以更快速 可是呢 讲到这个4G啊 我们有媒体去实测 发现啊 各家的速率相差很大 有可以超过100MHz 结果有只有到1.4的 有100超过100的跟1.4的 跟人家的零头的 1.4是什么意思 是比2G还慢呢 比2G还慢 他给人家收4G的钱 蛤 这个不是欺骗消费者吗 跟文豹那要看每一个激励台 当时的迅务量而定 因为行动网路激励台 有个特色就是 说在同一个细胞内的 那个终端设备 都在分享一样的一个传输 传输的一个资源 这个不是理由 所以业者要加强建设 业者跟人家收4G的钱 他就 他要收这个钱 他就要吞得下去 吃得下去 他就要提供这样的服务 他不能说 我收了4G的钱 没有错啦 但是在某一个时段 某一个情形之下呢 对不起 你只能2G 或者比2G还不如 那你要不要退钱给我啊 对不对 你要收费的时候 有没有跟人家讲这个 没有嘛 不是吗 所以呢 至少 主委 我认为至少NCC要做到一点 就是 事实公布官方量测的数据 这至少要让消费者知道吧 好不好 你点头了 好 那你准备怎么做 事实是准备怎么做 跟委员报 可能分几面来说 一方面我们也责成业者 要公布他自己的那个 记忆台 你不要只有指望业者自己公布 我要你官方的吗 第二个呢 是本会呢 已经委托这个 量测机构呢 会每年度都办理 我们 其实呢 每半年呢 就会公布完整的资料 包含县市别跟业者别的资讯呢 都有 那我们也欢迎 消费者呢 参与这个量测计划 因为 传输速率呢 消费者体验是最真实的 所以如果更多消费者来参与这个实测的话 那个资料会更接近事实 好 你既然半年就有做一次 你就半年公布一次 你要公布在哪 我们的官方网站是一定会提供的 好 公布在官方网站 好 我认为你也每半年应该提供资料给本委员会一次 是 好 做成记录 每半年提供本委员会一次 官方的测量数据 另外 有一个问题 就是同一家公司 我刚刚是说的时段 你说的是时段 同一家公司 在不同的地区 这差别也很大 在偏远地区 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业者的建制有大小眼 就是都会区它的建制多一点 然后偏远地区 它的建制就可能根本没有 或者是象征性的一点点 不要说 不要说县市别 同一个县市也有偏远跟都会的差别 可是你对偏远地区的时候 你的收费有没有比较少 没有呢 因为一样拿的是手机呢 它的收费也没有比较少啊 这是差别待遇呢 这也是不公平啊 你们怎么做 我们第一个让业者在建设上面可以加速 第二个当然就是我们的量测不限在都会区 全台各地点都会做第一个定点量测 第二个会做移动量测 第三个就是刚才跟委员报告 我们希望消费者也可以参与量测 因为消费者量测就可以具体反映出实际的结果 不过刚才委员指出一点 是消费者量测的一个盲点 因为如果说当地根本没有基地台化 没有信号 所以消费者就不会有资讯回馈到这个系统里面 这就是我们做那个定点跟移动量测的时候 要补的这个缺口 因为如果我们抽了定点 或是我们移动做量测 我们就可以发现有些定点根本没有信号涵盖 这块你们怎么做 多久要公布一次 一样这也是半年都会公布一次 只有公布吗 你们要怎么督促 跟委员报这个行动通信呢 目前业者的涵盖呢 在人口涵盖上面都已经比较高了 那至于地点的涵盖呢 确实会有这个疏密之别 这个你们也要有一点作为 有疏密之别是这样吗 就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你至少要保障到一定的程度 要不然你给人家收那个钱 你在都会 你设的那些设备 你又因为流量太大 不够在偏野地区 他就不需要有那么强的流量 那你至少基本的设备要有 你又不肯 你都要购钱 只有要赚钱 这样不行啊 是不是主委 是 我们一定督促他们做建设 我认为你们还要更积极一点 好 再来我们说数位化 我们今天讲数位化 你也讲了 刚刚你讲最重要的是试剧 我就问你了 再来讲数位化 你也讲到 好 数位化真的越来越普及了 可是有一个现象 你不太看电视啦 所以你不太知道 就选民跟我反映 他们家机上和好几台 网络要一台 有线要一台 无线再一台 现在是怎么样 跌跌了是不是 电视机上跌跌了 主委 我其实早就跟你说 这个机上盒要规格化 可是你们一直都没有定这个标准 人家日本 日本的机上盒可以自己去买 可以有无限的附加功能 我就这一台 但是将来你有什么新的设备 这一台上面 你就再加进去 再加进去 再加进去而已 就只有一台 我们不是我们玩跌跌了 一台 两台 三台 这样跌下去 还没完咯 这个跌了三台在那里 过了一阵子 有些那个系统台 又来了 来说什么 我们要换了 要换了 好 我本来拍得好好的 下面这一台最大 再来小一点 再来小一点 跌跌了 你一来 换了一台 那拍不好谁 主委 很麻烦 你什么时候才要 才要去弄出一套标准来 主委 我跟你说 我时间到了 我赶快告诉你怎样 我刚刚已经跟你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这些业者呢 他隔几年 就有一波的换机潮 那现在刚好刚数位化 你赶快赶快去把这个标准定出来 让他们想要制造机上的 坦白说啦 假设我们家跌跌了 跌了两三台 如果市面上有一台告诉我说 好 从此你不用换了 你也不用怕了 以后就是可以有无限可能的附加 外加功能 我宁可花钱去买也不一定 是不是 好 你不要只有点头 你什么时候要定一个标准出来 我们在年前确实已经讨论到 这个机上和规格逐步可以统合的问题 也跟委员报 我一直一直就主张这个机上和要规格化嘛 你不能放任叶子 每一个人一套 所以我消费者莫可奈何 非用他的不可 你什么时候才要定出来 我们正在努力 我应该所说的 其实最理想的机上和是所谓的机卡分离 它如果换一个服务呢 只要换晶片卡就好了 那盒子是不需要换的 但是呢 目前呢 市面上所流通生产的这些机上和呢 都是比较走低端的 就是简单说成本比较低 比较大量的可以服务 你们还在努力嘛 你刚刚都已经说了 你要人家怎么制造出来 我制造出来要成本呢 结果你过两天 那个系统台又跟我讲 对不起 换了 你们什么时候才要定出一个标准出来 让这些业者 有心去开发的业者 也才能够真的愿意去嘛 因为你要规格化嘛 你到底还要努力多久 我所说的确实是要点 我们必须跟制造商跟服务提供商 一起来讨论这件事情 看用什么样的方式 逐步可以把它标准化 你还要多久啊 跟文报这涉及了 数百万个机上和的更换呢 其实也太容易快速完成 主委 我没有要你快速 我跟你讲说这些业者呢 隔几年又要换机一次 刚好趁现在 那你到底还要多久 你告诉我啊 是 我们会及早播话 感谢委员的指导 我们会及早播话 因为这件事情确实要早做 才会看到时间到 对 到底要多久 大约给一个数字 好 我们研究之后 会给委员比较完整的规划内容 包含时程 好了 是 谢谢我们叶宜金委员的咨询 今天我们请李昆泽委员咨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